好啦大家早安竹北 我是發電哥 今天分享的這個案子呢 是在新竹市 新竹市新竹市 這個5%的投資套房啊 現在慢慢的 這個也會崛起哦 為什麼因為現在銀行利率那麼低嘛 銀行那麼低 利率那麼低的狀態下 我們要 要做一些投資 總不能把所有的錢都放在銀行裡面 放在這個銀行裡面的 利息那麼低啊 現在銀行利息低於一個百分點 這麼低的一個租金 這麼低的一個利息啊 怎麼樣生活啊 有些人他靠利息生活的 這個就糟糕了 是不是就利息太低了 所以有一些人啊 他會開始買一些投資套房來收租 買投資套房收租 那這一間是在文化中心的一個 民宿豐盟高投包的套房 其實是可以讓大家來參考一下 這個照片拍得很漂亮 現場也很漂亮 那我們在線上啊 現在已經來到這邊 發電哥直播的朋友幫我按讚分享 留言也很好 那我們來直接來看 這個案子在大潤發 新竹大潤發 空軍醫院還有巨城 這個三個新竹市啊 非常熱門的地方 還有一個文化中心 光華國中北門國小 就在這個環境的區域裡面 所以他的位置相當不錯 所以他能夠租金可以租到7000 8000甚至9000塊錢 這是室內的一個格局圖啊 9000、8000、8000、7000、7500 三面採光 其實他是四面採光 因為再加上廁所的一個光線 他其實就叫做四 其實是四面採光 其實是四面採光 每一間都有對外窗 通通都有陽台 五個套房有五個衛浴 五個陽台 太厲害了 從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其中一間的一個擺設跟格局 進來之後呢 就是廁所 然後可以看到陽台 陽台外面就是洗衣機的位置 還擺了一個沙發在上面 一個小沙發 甚至還做了一個貓跳台 貓跳台 便平冷氣 所以走出去就是陽台 可以直接曬衣服 算是一個很便利的一個 一個設置 一個設置 這可以看到這個是 這是非洲風的 床上鋪了 斑馬的造型的一個床單 雖然空間不是很大 可是這個租金也租到了8500 那為什麼它可以租到比較高 一般這種小套房 可能只有5500 6500 頂多7000 這可以租到8500 原因很簡單啦 其實就是它的一個裝修的風格 它把一些像是去度假 去民宿的這種感覺創造出來 擺一些花盆啊 擺個這個 枝子花啊 一些茶杯啊 茶煮啊 放一些小擺設 整個價值感就起來 在投資套房做的很漂亮 所以它整體投報 如果說 各位有能力有時間 也願意去做這方面 房地產的投資 自己買舊公寓回來改裝 其實你投資報酬率可能有7% 8% 9% 甚至10%都有可能 那這一間呢 是它一年的收租金呢 就有48萬 它賣的價格是888 租金有48萬 賣888萬 開價 它光是開價 它的投資報酬率就有5%以上 5%很好耶 就基本上是銀行的5倍 最少5倍嘛 銀行假設它是1% 這個是銀行 你把888萬放銀行 只一年只有88000 可是你把它放在投資套房 一年有48萬 各位算數好一點 馬上聽出一個價差是40萬 所以把銀行裡面放的存款 大家拿出來 來自己來做包租工 當然包租工這個已經是 很多人很多人在使用的一個 投資工具了 這是另外一間 這間也已經租掉了 它就是用一些風格啊 一些擺設 讓它變得比較漂亮 尖尖都有對外窗啊 這每一戶都有對外窗 這個是每一個套房都有對外窗 自己住也是很舒服 兩個人住也是很OK的啊 所以我們這在新竹市文化中心 又有大潤發 又有巨城 靠近光華國中 靠近北門國小 甚至這一間還可以設學籍 也就是你買了之後 你小朋友 可以戶籍設在這裡 你就有光華國中 北門國小 然後去大潤發 去巨城 都是非常方便 所以我們這一個叫做文化中心 收租套房5%的一個頭套 那這個很多時候現市場上都有一些投資套房在賣 只不過說它有沒有辦法把租金拉到這個 這個8000塊錢 然後7500 8500甚至9000塊錢 關鍵就是它整個設計 我之前也有講過啊 一個房子最重要的格局跟採光是完全無法改變的 就是它的採光光乎於它的開窗嘛 它的一個一個坐向 所以它格局也沒有辦法變 那這一間呢是採光很好 5個套房就有5個陽台 5個陽台喔 這不得了 這怎麼創造出來的 這是最大間的 9500的套房 9500的套房 它空間感比較大 而且它除了有廁所有拆窗之外 房間也有開窗 還有一個走往通往陽台的窗 通往陽台的門 這是廁所的一個空間感 很不錯喔 有點像飯店風格 這是廁所的窗戶 這是從房間走向陽台 有沒有看到它的陽台很棒的 還有外推窗 外推窗 然後還有南方鬆的地板 然後放一些綠色的一些擺件 從陽台的門回來看 這整個房間的一個舒適度 很棒啊 這個有電視 有冰箱 陽台有洗衣機 浴室 是這個也有對外窗 有抽風機 雙人床 雖然說小了一點 可是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這個是從我們 這最大間的是9500的套房 從廁所方向往陽台看 我們有一個對外窗 然後你看採光很好 整個房間的風格都做的 就是接近年輕人喜歡的風格 其實這個我怎麼講 品質沒問題 看了都喜歡 差在價格 只差在價格 只要價格出的到 你就可以住進這一間 漂漂亮亮的套房 從入口 從入口看的一個感覺 有些人說 那這不就多了一些 家具擺件嗎 對對對 很多房東 最欠缺的就是美感 最欠缺的美感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 監理設計師啊 他就是把美感風格 帶進這個房子 所以各位如果買這個 收租套房 888萬 一年收租金 48萬 然後他的 房客 維持得很好 因為這個 好的套房 在市場上並不多見 便宜的套房 大把的 可是要把它變得那麼漂亮 不容易啊 你看你 採光 天花板至少有四盞燈了 再加上一個間接照明 床頭又有一盞燈 你在床上看個電視 睡覺前 自己隨手就把燈給關掉 這廁所 陽台 分離式的冷氣主機 還有洗衣機就放在陽台 所以洗完衣服馬上可以掛在陽台的這個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剛才這張照片是405這個房間 這就是門 然後出去就是陽台 洗衣機 這個 雙人床的位置 沙發的位置 電視的位置 剛才很大的浴室 很大的浴室 這一間就是9500塊錢的租金 401 8500 402 8500 403 7800 404 7500 還是7800 7800 9500 8500 8500 8500 7300 7800 尖尖都有陽台 不好意思 沒尖都有陽台 這是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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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陽台 這個也是陽台 所以它三面 三面都是陽台 第四面有開窗 所以也算是四面採光喔 所以這個是發電哥 今天特別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文化中心民宿封收租套房 講完案子 其實每天發電哥都會分享一個 我們正在線上的銷售 各位都可以在市場上 下載各個中介公司的APP 看到很多案件 所以發電哥 我們試著從這個 防海茫茫裡面 找出一些不錯的案件 跟大家來分享 每天分享一件 除了讓大家可以在 上班過程當中 可以輕輕鬆鬆的一個賞屋 也不用舟車勞頓 先看看這個產品 是不是女婿需要的 888萬 5%的投資報酬率 一年收租48萬 在新竹市文化中心 光華國中 北門國小 大陸發購物中心 巨城百貨文化中心這附近 所以很多的一個文教業 或者是銀行業 他會來租這個套房 這就是今天發電哥 跟大家來介紹的 文化中心民宿封高投報 精美收租套房 那案子講到這裡 我們來分享一下 發電哥這兩天聽到的 在竹北市的一些很厲害的消息 各位你知道最近有些人 他接到封衣建設的電話 為什麼要接電話 他跟你說 封衣跟你說 他要麻煩你來把那個 這個 封財520的房子 我要跟你回收 回收 不是無條件回收 我給你60萬回收 哇塞 這太厲害 很有可能喔 封衣 封財520就是在竹北洗來燈後面 這個基地 現在正在開挖嘛 他往下開挖的地下室可能有六層七層 跟這個 洗來燈 地下開挖的層數可能 甚至更深 他為什麼要回收這個房子 也就是說你買了他的封衣 封財520的房子 封衣集團要跟你拿回來 還另外還給你錢 這什麼狀況啊 竹北的市況簡直 簡直 你不用拿到中間公司賣了 直接建設公司跟你買回去 有沒有這麼誇張 我真的昨天聽到這個消息 馬上打電話給虎客船長 虎客船長聽說 又買了一兩間在那邊 我問他說 你要不要賣回去給那個 封衣建設 他說不要 要自己住的 嗯 自己住的 所以真的 太扯了 簡直太扯了 竹北市況有這麼好嗎 當然啦 洗來燈前面現在有龍亨集團 他搞了一個隱城嘛 現在可能已經快要蓋到一樓 然後竹北大圓柏已經封頂 然後門面都已經在裝修了 所以肯定了 竹北大圓柏應該是在今年年底 2020年年底 很有可能他就來一波開幕 大家拭目以待 很有可能 所以竹北交流道一下來 左邊是大圓柏 再往前走一段路 右轉是龍亨的隱城 然後洗來燈放電就在對面 洗來燈後面就是豐柴520 我猜很有可能 可能他一二樓 一二三樓的賣場的部分 已經租給大型的 這個百貨公司 例如說很有可能IKEA 很有可能SOGO 有可能又來一個全聯旗艦店 這種概念的 等於他的一二三樓 就是一個大型的賣場 從豐柴520上面下來 豐柴520很多是套房 兩房這種格局 也有三房的 他強調的是一種居住上的一個方便便利 而且你從豐柴520出來 直接就是自強南路上科學園區 你要去虎口園區 虎口工業區上班 也是出來就連著自強北路走包中路 包中橋到一名廟 左轉就上虎口園區了 所以他的整個交通便利上非常厲害 光明六路自強南路已經是 可以說是 竹北的忠孝敦畫站 忠孝敦畫 忠孝敦畫 站的位置是什麼 就是 敦畫南北路 跟忠孝敦路 這個商圈是無可比擬的 又有隱城 龍亨隱城 又有竹北大園板 又有喜來登飯店 麥當勞在旁邊 燦坤 這個 這個全國店子 連小北百貨都在竹北的自強南路開店了 自強南路上面還有星巴克 真的生活機能上真的非常好 所以今天發展哥聽到的這個太厲害的消息就是 風衣建設竟然要花60萬回收你買走的房子 白花花的錢就像天上掉下來的一樣 太棒了 如果身邊有買風衣建設風財520的房子的朋友 趕快 趕快回風衣建設 今天發展哥介紹的案子叫文化中心民宿風高頭報精美收入套房 888萬5%的投資報所率 要看房子的朋友們趕快打電話 0909539431 那今天發展哥帶你線上賞屋 今天看的案子就是這一件 明天啊 發展哥想講一下這個在新風啊 我們野街的一件 很有可能今天晚上就有可能會被賣掉 哇 才一千多萬 室內使用面積超過100坪的這個 這個透天啊 明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明天大概也是8點多 大家可以密切關注一下 發展哥的抗污日記 分享 按讚 留言 感謝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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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